我們一起請孫綠珍來為我們照片照片 謝謝大家 而且有時候變菜單 羅菜單 廢國的集結我就是裡面的那個人品 大家對這部電子應該好有感覺 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其實當時我會選這部片子 是因為我能夠在蒙人申選我 要不要代打的時候 我剛好看完這部片子 那我就有時候講說 這個其實是蠻現實的問題 很值得大家一起來討論 所以我就答應了蒙人說 在必選的這一場 這個是當時我選這部片子的原因 那大家對新加坡應該都不陌生 可是我還是簡單的利用一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電影的背景國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新加坡其實它獨立的時間都沒有 很多都比在座的 很多為我們的前輩的年齡還小啊 它是民國五十四年 就是六五年的八月九號 才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的一個國家 它雖然很年輕啊 到今年才四十五歲 在座的各位 像往就已經超過四十五歲 所以我比新加坡還大 那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是一個滿嚴謹的國家 當我們想到新加坡 彩龍你第一個會聯想到什麼 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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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法很嚴格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哈哈哈哈 健康食品 好 還有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效率 很有效率 執法很嚴格的一個國家 雖然它地方很小 它只有台灣的差不多六十分之一 那麼大而已 要有六十個新加坡 才有一個台灣這麼大 可是呢 它卻在短短的四十幾年間 發展的這麼好 而且我亞洲非常有效率的國家之一 那這部片子 這位老演 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楊佳的老二 他也下來 對 就是那個老二 最有錢的那一個 阿豪 阿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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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家 阿豫 養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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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寶貝 因為這裡面 英文 華語 閩南語 都用不上了 所以我們聽起來覺得說 有些地方還蠻親切的 其實百分之九十我們都聽得懂 這個就是標準的 新加坡式的華語 還有新加坡式的英語 還有新加坡式的英語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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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聽起來就覺得很有趣 那這個老演 梁志強 他的本名叫梁志強 那他被導致一部片子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1998年 1998年 這1998年呢 其實 新加坡 在電影的第一名期 已經第一名了二十年 差不多他們的電影的黃金時代 是1960到1970年這個時 這個時段 是新加坡的電影的黃金時期 好 那這個時候他們國產的影片 一年大概有二十幾部 那我們都知道 新加坡人口才四百多萬 那又有分數不同的族群 那其實華人的比例佔得最高 華人大概佔了75%上下 所以要拍一部片子 讓新加坡人跟華人同時有共鳴的話 是很不容易 那在那個七零年代到九零年代 大概十年間的是 新加坡非常低迷的時候 是非常低迷的一個年代 那梁志強本人呢 他本身是從事這個 就像台灣的胡瓜 胡仲倩他們是中間中間的流氏人 我們都知道 那新加坡的電台電視台只有一個 那他們負責的責任就是 政令的宣導 他們也不太可能說 像台灣的這個全民大悶鍋 可以調侃政治人物 這個梁志強從他當節目主持人的時候呢 曾經邀請他們的李總理 說你可不可以來我們電視節目上 讓我們用比較虧諧的方式來訪問你 他們的總理馬上就拒絕他了 他說政治是很嚴肅的 在我們新加坡 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告訴人民 政治是這麼 所以新加坡在某些方面的話 他們還是很嚴謹也很嚴肅的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他們的死度快很多 在座各位一定有很多人常常去新加坡 包括我們讀書會 也曾經受邀到新加坡去推廣華文 在座的很多對他們的官場文化也多手接觸 像他們辦那個世界書相日活動的時候 來了一個部長 哇 他們部長要來的話 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件事喔 好像前一天他們就已經把 所有的會長都布置得非常 然後部長要進來的時候呢 全民要起立部長 我說我們的部長不廢 指著鼻子罵已經很那個了 不錯喔 在新加坡他們的公務員 是非常受到尊重的 我是覺得當官要到新加坡去搭 不愧新加坡的公務人員的話 也很早就要退休 像前兩年我們到新加坡 受邀去訪問的時候 羅大哥去訪問了一下他們的行警局長 他們的行警局長才幾歲 36歲 在台灣36歲是不太可能 當上一國的幾個局長 對 所以他們的官場普遍是年輕化 那他們的職業軍人的話呢 到42歲就要退伍 退伍的時候呢 國家會給他一體很豐厚的退伍金 讓他去轉業 這個大概是新加坡的一些背景喔 那這個梁子強呢 他在主持電視節目之餘呢 就覺得說只有一台電視台 要發揮比較幽默 威脅的這個訪問 或者說創作一些節目也是受到限制的 所以呢他覺得說要發揮他的這個創意 跟可以有比較寬的尺度去表現他的創意的地方 就只有一個定 所以這樣就嘗試著從列表方面呢 在差不多一九八幾年那個時候 差不多這一部片子是去年上市的 在這個前十年他的潛伏夠用就拍了第一集 拍了第一集 然後呢 經過了這十年的韻樣跟十年的成長 他有了長期的進步喔 當他拍這個錢不夠用第二集的時候呢 就破了新加坡建國以來的最高票碼 賣了一點市益 還是破了新加坡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喔 那從此呢 就扭轉了新加坡國產電影 這個很落魄的一個場景喔 那時候呢 這個梁志強也陸陸續續的拍了國 在台灣也蠻受歡迎的就是小孩不笨 跑啊孩子還有小孩不笨第二集 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 其實他的電影是蠻具有社會性的 就是說他反映新加坡的一個現實的狀況 就像剛剛各位看到的第一幕對不對 我們是新加坡 這是用非常激昂澎湃的那種歌聲唱出了 我們是新加坡 我們是新加坡人喔 那其實在新加坡他們的社會也是 非常講求族群的和諧 他們不可以有像美國什麼 當時建國的時候會有歧視有色人種的這種情況 他們的政府當局呢 非常重視就是說 每一個族群的和諧 所以在新加坡很有趣的一件事喔 就是說他們的電視劇 只要拍到跟家庭倫理有關係了 都會非常賣座 而且都非常叫好 這個是新加坡製作電視劇的時候的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反映了他們的社會的寫實面 那梁志強的風格 風格呢就是說 他拍片的風格就是 在於用比較幽默嘲諷的 這個社會寫實的手法呢 來增典社會的觀感喔 也可以凸顯就是說 由親情 愛情所構成的人際網路 之間的聯繫跟一些人性的糾結 就像這部片子我們看來 有些地方覺得非常好笑 那有些片段呢 又讓人金服就會落淚喔 對 那